4-6-1 物件的重复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 启动SmartPP点击打开 这时候呢 还是请同学切换到光碟 Samples的第四课 我们开启有声会本3 那为什么要开呢 因为这一节我们已经将每一页的文字 都帮同学做好了 我们前一节不叫同学复制贴上吗 好我们现在进到最后页了 最后页是结束页 接下来点到第十页 切换到支援库的地方 首先呢 我们把图就全部拉进来 在支援库的地方呢 图片的地方 这边呢 有这个 从开始01兔子 有没有 兔子啦 那金鱼啦 小狗啦 这是我们每一个的主题 这个 那大小呢 点到它是可以自己随便调的 我们都小一点 我们希望呢 后来每一页都出现所有的动物出来 这个乌龟也拉小一点 那小猫咪 对不对 刺猬 青蛙 那后来有小鸟 就拉进来 那还有标题呢 对不对 中文标题在这里 我们再把标题也拉进来 中文的标题 还有英文的标题 所以命名很重要哦 当你很清楚命名的时候 你这样做就很方便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调整大小 还有移动位置 调到合适的地方 就可以自己来调 那跟同学讲一下 这东西没有什么对错 你就自己决定自己调调 调整你喜欢的 那上文需要每一页都看到它 对不对 每一个都要看见哦 所以呢 调完以后呢 等一下我们自己再来设定 动画的效果 动画效果你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哦 好狗狗拉到这里来 我们希望也许跟书本的顺序有点像 那这里的顺序 待会就是我们的展示顺序 我们等一下希望呢 从狗狗这边拉进来 然后一个一个做展示的效果 那这物件的重复使用再讲一遍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档案的容量 不要再从这里再插入进来哦 不然档案会变大 我们因为已经加过了 要使用相同的物件的时候 我们就从支援库把它拉过来 这是我们设计的缩略图 这是我们的支援库 支援库当然还有分 收起来还有分什么 音频对不对 好 每个宠物的音频录制在这里